金管會要放力多 沿你取消102年起 對鼓勵所得課增2%的健保補充保費 阿土伯第一個跳出來大聲喊讚 成交量啊 每天的成交量一定會上千億以上 當然是好啊 少交一點對我們是投資人 當然是比較好啊 股民當然覺得少交一點就是王道 數字會說話 內外資鼓勵所得稅率比一比 鼓勵所得納入眾所稅後 換句話說 國內鼓勵最高稅率可達45% 外資則不到一半 如果內外資稅率拉平以20%計算 稅收損失高達400億 因為股是所得 應該也算是所得的一種 本來就是應該要 而且我就健保也缺錢 應該有所得應該都要納入吧 雖然要鼓勵經濟好像也應該要 就是該 就是 使用者付會 民眾反對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減稅對象 僅適用稅率30%以上家庭 估計全台不到15萬戶 只佔總家庭數2.5% 布政補充保費 未來年金保險費 長期看護醫療保險費 也將配合長照修法 增列扣除額 把大戶的都趕走啦 閃戶的沒有錢啊 投資人啊 才會進來 不然的話都 抵扣減半 來要所得稅啊 那所得稅現在是45% 租稅正義怎麼拿捏 新政府上台後 恐怕還得再傷腦筋 東森財經新聞 江明星 沈玉騰 台北報導